水源桥头人行道上的反光板遭到撞乱 并且留下深深的摩擦痕迹就知道危险性 通往暖暖区和基伏公路重要的水源桥 在下雨天的夜晚特别危险 因为路面和光线的关系 造成有落差的桥面和桥面上的人行道 因为视线不良变成没有落差的平面道路 导致机车骑在高低落差点摩擦碰撞跌倒的交通意外频传 市议员联恩典接获民众反应 特地停下选举行程 邀请市政府交通处公务处警察局交通队 和第三分局人员办理会刊 要求至少先规划好曹化县警示机车 以及开车的用路人 直接就骑到人行道上 那当然我们在私座的时候 公务处旁边有放矮矮的一个反光标示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往往都直接冲到上面去了 那造成上次前几天也有车子 跑到人行道上要急着下来 车子就翻倒了 我想这些的事情我也在议会里面 也提了两次 那今天特别又来到现场 跟公务单位在讨论 那我们的一个结论 是先用曹化县来强调这个路口 马路的人行道跟这个马路是有不一样的范围 那提醒这个我们这个骑车的这个民众 不要再误闯到这个人行道上 原本联恩典希望可以装设软植分向感 在水源桥头提醒大家 或是地上装设猫眼石等反光设施 标示清楚车道线和人行道 不过并没有获得交通处人员的认可 因此要求在最快时间内 在桥头划设好曹化县 来提醒汽机车用路人 在下雨天的夜晚特别注意行车安全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